美鳳有約 今天是青森趴趴走的最終回 在之前的旅途中 見了好多老朋友 看了白神山地跟日本海的美景 還吃了很多在地的美食 今天首先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十二湖這邊 除了有身譜鮪魚丼之外 還有必吃的青池雙麒麟 雙麒麟顏色跟美麗的青池一樣 都是淡淡的藍色 不管是看起來還是吃起來 都非常消暑 而在申譜這裡不能錯過的 還有百大夕陽美景 跟著家人或者親朋好友 在傍晚時分 到日本海散散步 觀賞落日 真的好愜意 在附近 也有很棒的溫泉飯店 提供可以邊欣賞日本海美景 邊泡湯的露天溫泉 還有用道地食材 像是和牛 新鮮魚貨等等 精心烹調的宴席料理 來到這裡 絕對可以非常放鬆地享受假期 接下來要繼續多認識 世界遺產白神山地 我們現在是在 白神山地遊客中心 想必就知道 這裡面一定有很豐富的一些訊息 可以讓我們了解 很高興請到一位很棒的導覽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來歡迎 表谷擁美先生 歡迎 請 我們這邊要請教他 這個地方為什麼能成為 這麼棒的世界遺產地呢 東亞洲菜大級 那也是很厲害的 當然 這遊客中心其實 應該可以讓我們了解 更多更多的內容 我們來請雕谷先生 帶我們來了解一下 鳳姐 妳看這邊都是 整個白塵3D的地形圖位 好清楚 妳看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地形圖位 就是在這裡 對 今天是 白雷先生的世界遺産 地區周圍的模型 這是白色的紙 先頭 緑的地方 緑的地方 中間是世界遺産區域 革新地域 人們不能進入 基本上不能進入 地域 黄色的地方是 世界遺産區域 人們能進入 地域 這範圍是關節 有各種不同的動植物 這範圍是30周圍 今年30年 這範圍是 熊芽蘭 叫做蟲子 日本最大的蟲子 被發現了 這範圍是世界遺産的 理由的一種 當然這方面 一定要維護的 對 一定要 維護得很好 那我們繼續再去參觀 來導覽別的了 在白神山地遊客中心裡面 除了有模型 讓大家多認識白神山地之外 在館內還有很多互動設施 用手機掃各個QR Code 就可以體驗了 像是可以聆聽各種飛鳥的叫聲 還有利用擴增實境 把日本特有的月熊 獵靈 猕猴等等動物 在手機裡現行 讓我們可以跟牠們拍照 做得非常逼真 就好像真的在旁邊一樣 而在遊客中心附近 還有一個遊覽重力的 金青水庫的水陸兩用巴士體驗 一起來瞧瞧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 這邊就是我們金青的 水壩所在地了 對 它算是人工湖 對 是人工湖 對 但是它也就是一個 青青的白神湖 這名字取得很特別 對 白神湖 因為它就是 我們去那個白神湖 白神山地 對 因為它2016年水庫蓋好了之後 對 那個水庫也是我們青森 最大的一個水庫 蓋好了之後 這個金青的白神湖就誕生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景點 對 而且它這個最特別的地方 鳳姐在看我們後面 好可愛 你看 車票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行程 它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上船這邊就會有拿到這個車票 是的 台灣的這個車票 而且這邊有個特別的集點活動 我覺得這個大家來玩的時候 可以來玩這個集點活動 你每有一個湖的景點 它一共有四個景點 可以收集 然後你就可以收集四張小卡 集完了這個四張卡之後 聽說還可以兌換小禮物 這個很讚 然後這邊有一個 就是你集完了之後就像這樣 有沒有 四個這邊 著名的風景地的小卡片 那表示說我們的有道詞意 對 很好 很有紀念意義 對 我們也差不多準備要去體驗 好 這個水路兩用巴士 全程都會有導覽人員解說 沿途可以看到翠綠的山林 跟壯闊的水壩風光 而最刺激的一刻就是 OK 出發了 我們要滾滾 我們去吧 3 2 1 我們要滾滾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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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巴士往水裡沖的那一刻 太刺激了 美鳳姐和小鹿都喊著 再來一次呢 巴士到水中的時候 就會換成螺旋槳來前進 還可以看到司機的方向盤 分成兩種 一定要擁有職業船隻 跟車輛駕照的人才可以來開 非常地專業 巴士會在金青白神湖裡 繞行一圈 讓大家欣賞完美麗的山林後 在原路回程 全部大約一小時的行程 非常值得來體驗 再來聽說西木村這邊 有一個特色料理 是當地為了資源有效利用 而研發出來的 現在跟美鳳姐和小鹿 一起去嘗鮮一下吧 嘴嘲 對 又好吃的 今天是要介紹什麼料理呢 但是先告訴大家 這是 好吃的料理一定是由料理長 我們來介紹一下 松野昊先生 嗨 你好 料理長 請問一下 這個是什麼料理 這是這裡出的熊料理 是熊料理 是 熊料理耶 鳳姐 為什麼有熊肉的特色料呢 這裡有農作物的被害 所以 所以 罵上去 取得熊肉 無駄目的 熊料理 出的 熊肉 因為它們有核養質高 所以 也有這種事 適合 料理長 我想問一下 這個熊肉在處理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因為還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因為怕它會有味道 對 養育無駄目的 取得到的段階 直到處理上 做得到的時候 臭味也沒有 所以就是我們有時候吃牛肉 有時候溫體肉的意思 這是最主要他們處理 做料理最重要的第一步驟 好 當然我覺得這個 他們說說日本人滿喜歡 因為營養豐富嘛 所以我們料理長也很忙 我們非常謝謝他播控 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個好吃的料理 再次謝謝你 謝謝料理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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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動了 來 我幫你服務 謝謝鳳姐 這是什麼呢 你給大家介紹的 熊肉炊飯 炊飯 香香 熊肉炊飯 對 好 來 口味 鹹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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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它那個 因為它熊肉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多 就是那種感受的 反而是那個廚房的味道 香味 這樣讚 因為待會兒有特別的就是 純熊肉 你盡情享用 這就是誰的 熊肉炊 熊肉炊 顏色 顏色很深耶 吃起來就... 我看它沒有什麼怪味的 其實 還好 有什麼怪味 對 新鮮 它補起來有一個 它感覺太 豬肉的味道 口感 像豬肉 好 來 吃這個 燉肉 燉肉 燉熊肉 這看起來很像燉牛肉 鳳姐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感覺 應該是配白飯不錯 很香耶 是不是 很香 很像那個 壽喜燒 帶一點點甜甜的嗎 甜甜的 然後那個 醬燒的醬味 就好吃 這一整個套餐非常完整 包含前菜 生魚片 還有用味噌調味的熊肉鍋 喜歡嘗鮮 想試試看野味的朋友們 有機會一定要來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裡是 白神 培肩色 這邊我們就可以來體驗一下 用蘋果木木炭 來烘焙的咖啡豆 好 很香耶 一走進來 很興奮 我們快去體驗一下囉 來囉 滿滿的咖啡廂 你要知道好喝的咖啡 咖啡豆非常重要 它的烘焙過程也很重要 當然一定要老師來教 這位是很厲害的 宮本賢一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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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製作呢 這是在這裡 投入 中間 放入 放入 這個中間 用的是 墨加的焙煎 這是在這裡的墨 林檬木木的墨加的焙煎 蘋果木炭 烘焙 一定有蘋果香氣吧 好 現在就麻煩 加入 離婦 開始了 來 小心叫到這裡 好 OK 第一步完成 接著 看看豆子 可以嗎 豆子掉進去了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要用蘋果木炭來備烤 這個 津軽的地域 有蘋果的墨加 有蘋果的木 利用它墨加 以為培煎 是很棒的 青森果然資源利用非常厲害 連蘋果樹枝都可以拿來烘焙咖啡 讓咖啡多了點不同的香氣 宮本先生也有說了 烘焙咖啡豆的時間跟溫度非常重要 過程中要不斷地注意咖啡豆的顏色變化 不同顏色的豆子產生的風味跟層次會完全不一樣 基本上烘焙過程大約15至20分鐘 豆子剛放下去時 烘焙機溫度會下降 而當溫度往上升到200度的時候 就差不多可以了 一個人的體驗是4000塊日圓 烘出來的豆子都可以帶回家 喝咖啡下午時間 對 而且在這個這麼漂亮的白神山地 來喝一杯好喝的咖啡 而且跟女神鳳姐 真的喝咖啡真的很幸福 你看這個是很頂端人痛的 等一下就走一個 好,他就喝這個走一個 好,喝咖啡慢慢品嘗 對 稍微先品嘗一下 好 謝謝 我最喜歡這種咖啡的香氣 它是那個香氣滿濃的 我喜歡 我也喜歡這個豆子 它就是溫潤、順口 對 有咖啡香 我覺得那是不是跟水質有關係 有可能 因為它這邊是用白神山地的泉水 來泡的嘛 然後加上再用蘋果樹的木炭 來烘焙的 幸福的 真的很好喝 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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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哪裡啊 我們現在在白神山地的入口處 最主要是這裡我們可以散步 對 了解一下所有的一些 不容易 這是登陸30週年的世界遺產 這個真的不容易 今年30幾年 真的嗎 而且這個都是保留了 最原始的生命狀態 好棒 那我們請到的是 那我們歡迎 宮城茂樹達人先生 歡迎宮城茂樹先生 歡迎 你好 你好 我是宮城茂樹達人的 葛藥 請多謝 現在 這個地方 高昌森的這個地方 對 好 這是世界自然山區域 這裡 現在現在是這裡 世界山區域是25度 最尖端的 観賞地域 這裡是現在的地方 我們今天要走的是哪一個行程呢 今天是 這裡 現在的入口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要走 這個樣子 要走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了 好 我們現在可以 GO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之前都還是在周邊地區 現在真的要進入 世界遺產白神山地裡面 感受保留最原始的大自然氣息了 在這個世界遺產之境 有分大小路線 大圈大約是兩小時 小圈大約是30分鐘 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來選擇 在進入步道之前 入口有個 橘木林飲水區 這裡的泉水主要是來自 降下的雨水 經過多年自然的進化後 變成適合飲用的泉水 大家來到這裡 也可以帶自己的水瓶來裝 好厲害 撞一下 很厲害 對啊 謝謝 你知道嗎 它就是那種就地取材 大自然的容器對不對 最環保 對 直接摺液的這樣子 像勺子的形狀 好強 很厲害 好厲害 這樣跟起來 那是洗手 都可以的 都很方便 大家千萬不要五歲 龔騰先生 是到世界遺產以外的區域 拿的樹葉 全程都沒有採摘 白神山地內的植物 觀眾朋友們 也要記得到大自然 不要隨意採摘 跟隨導覽的解說更好 這裡有了 鳳姐 鳳姐 你看 是什麼 這是一年生的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這麼小 這個年生的小孩子 這種種子 好 它種子長這樣子 這是 這個殼剝開 吃的 把殼剝掉之後 裡面是這樣子 最天然的 有沒有 還白的果肉 你看看 還有豬皮 什麼樣的豬皮 怎麼樣 味道 它口感有像過似一樣 熊山地內的味道 那我想問一題 就是 像這樣子的小幼苗 要長多久 它才會像 這個這麼大 這個才會長 現在大約 大約100歲 是 好的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嗎 是 這裡真的有熊 好可愛 好可愛 那個是熊去抓的痕跡 為什麼會抓這個 這個 這個中間有些蟲或蟲 吃的時候 這個 蟲被捕掉了 爪子 所以那個樹裡面 可能有樹洞 不是說要吃東西 譬如說 牠手皮 先刷牙 對 有沒有 我們想不到 就是熊的爪子 其實這樣我不講也不知道 我不講 我以為說 那個痕跡是熊掌下去 我們兩個 我跟孟姊可以為那個痕跡 那麼大的熊掌 怎麼這麼大的熊 沒有 牠是指甲在抓 邊邊的爪子 邊邊 了解的 好的 謝謝你 那我們現在往前 在世界遺產之境裡面 不只有原始的橘木林 各種植物都欣欣向榮 龔騰先生從掉落的樹枝中 跟美鳳姐和小鹿 分享了通常被拿來做牙籤的 黑文字幕 還有以前被當作口香糖 咬起來甜甜的甜蟲葉木 兩種樹枝都有獨特的香氣 聽說也有被拿來做成精油 在大自然中 隨處都可以找到驚喜跟發現 其實走著走著 一下就到了 對 其實也不會累 好輕鬆 而且好放鬆 因為空氣非常好 這一切都是要非常非常謝謝 龔騰茂樹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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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謝謝 謝謝 這一趟我覺得非常的充實 從我們來到青森 我們就吃到好吃的 這個法式料理 還有那個牛肉 超好吃 超好吃 酸酸酸 一緊膩 對 就見到我們很愛很愛的知識 鳳姐的青森 超級好朋友 對 也是我們台灣的好朋友 對 然後接著我們就一路 有很多的行程 好多地方 對,白形山 白形山地 去遊山道 你可以去,鳳姐可以去 我們去拿那個聽診器 有沒有,我們兩個 我多認真 聽診 去看看有什麼聲音 對,大家也可以來體驗一下 對,好好玩 還有去,當然要去看山海傳 我們來的女兒 像日本的媳婦 她現在是女將 對 再來呢 再來我們可以去看 觀光大使 你可以去看嗎 娃莎 娃莎 還有她的養女 養女,秋妹 秋妹也是我們 申澤町的觀光大使 當然我們還要到哪裡呢 就是一生 一定要坐一次的 resort白神號 超讚的 對,變成可以合適 對,榻榻米 有沒有 你才可以穿上 還有一個桌子、包廂 然後一路都是海景 一邊是山、一邊是海 然後我們不可以去 青池 對 坐到十二湖站 好像看到青池 好美 好漂亮 而且我們要去吃 有口福 這個鮪魚丼肉質有夠Q耶 我這次來到這裡 看到百大使養 為什麼叫百大使養 那絕對有原因 沒錯 你要親眼看 然後那個碗霞又蘊染成漸層色 如果請你去那邊 最好 浪漫 我們又坐了 全家都可以去玩的一個叫做 水路兩用車 就是到了我們金青的水壩 這個太厲害了 大家一起喊 三、二、一、一 GO 那個水花 可以享受那個衝下去的刺激感 對 好棒 好 當然也有蘋果 有 來體驗一下用蘋果木 木炭來烘焙的咖啡 你們起來的氣味真的很香 不一樣 對 很特別 今天又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一定要到 世界遺產這邊散步 這邊很棒的規劃就是 大自然的森林浴 對不對 它選擇的規劃路程 又不會太累 我們兩個要說很多 重點就是大家一起去體會 一起去 謝謝大家 也謝謝所有青春的朋友 這麼努力地協助我們 沒錯 謝謝 拜拜 拜拜 愛你們